你好 欢迎收看9月1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县113年教师节级优良教师表扬大会 在福隆饭店举行 来自全县294位教师齐聚一堂 接受各界感谢与祝福 新党学中为特别出席 向教育界的优秀伙伴们致意 也亲自颁证感谢状 感念中年辛劳的教师们 花莲县113年教师节级优良教师表扬大会 19号在福隆大饭店森大举行 来自全县294位教师齐聚一堂 接受各界的感谢与祝福 县长徐真伟除了亲自到场 向教育界优秀伙伴们致意 也亲自颁证感谢状 并表示教育是人才培育的摇篮 而每位教师都是孩子们学习的推手 期许所有教育工作者持续成长 怀抱教育乐成 为教育的百年大业共同努力 花莲大山大海 人整美 要山治着要水 这也是培养我们花莲孩子 大胸襟大隔体大隔绝 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天地 这么好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地方 我们有这么好的优秀教师都在这里 我们会创造出造就出台湾很棒的人 表阳大会气焚温馨 典礼中也邀请到明年国小锦弥国小师生 以客家乐声及舞蹈表演 带来深具文化的演出 让与会贵宾深刻了解 推展教育 无事奉献的感人生命故事 堪为粮食典范 记者 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